你兩個都是總統候選人 那韓國瑜跟李嘉芬夫妻 到底在這二三十年 他人生當中 從第一棟的正江街 到後面這三四戶的買賣 他都公布了嘛 那你現在國家機器 在你民進黨手上 如果他有沒公布的 你馬上拿出來講 那另外就是玉琴講的 蔡英文你要不要把你的 也公布出來 把你三十幾歲就有土地買賣 整個的來龍去脈 整個的民細 你也讓全國人民知道嘛 你一再說你四年前的選舉 就被人家驗證過了 可是我印象中好像還沒有 他最好也全部都公布啦 那最後我要補充一點的是 大家注意看看 韓市長除了正中間那一棟房子 其他在內湖板橋南港 都是他在這十幾年 脫離政治圈時候 他跟嘉芬兩個在做的一個 房子上面的一個買賣 他們等於那時候是在住在雲林 他們希望說如果台北有個落腳的地方 我從內湖開始 然後從板橋開始 然後到內湖 到後來的南港 都是以屋易屋嘛 只是說他們可能就讓他自己 第一時間他就講 因為實在我就這麼多點錢 那我要買一棟房子 最好還是會有一些 財務上面規劃的問題 然後真的只好有些認牌殺出 那有些當然在南港的時候 大家說實在話 那個時間點大概投資房子 很少人沒有不賺錢的 在那個時間點 所以才會後來馬英九總統 有一個所謂打房的一個政策嘛 那所以我覺得如果硬要說 他們這對夫妻是在炒房 成績但是很差的啊 那卻被綠美抓這個時間 來橫打他 我覺得我認定也是 一旦公佈了我們就往前走 還有57天投票 但是同時請蔡英文總統 你也公佈一下你所有的資料